我来自广东省 然后我之前是在北京商学 我在北京医院大学读的本科 欧洲其实有非常多好的商学院 就有一些非常老牌的 传统的好的商学院 但我觉得ESMT吸引我的地方 是它非常独特的项目设置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 Portfolio Management Program P&P项目 是会给学生一个 就是真实投资的机会 你会有100万欧元的投资机会 去投资这些不同的资产组合 到目前为止的三个月学习 我觉得我的收获非常大 像其实我之前 自己本身的背景是国际新闻 但是我现在选择了 是这个量化管理的方向 所以比方说我们会上 Avance Analytics 然后会上 Financial Management Financial Accounting 这些课程是真正可以教会我 就是非常有用的知识技能 让我在以后的工作 或是实际操作中 能够真正应用到的 首先一个是环境非常好 因为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 之前柏林市城厅的就职 比方说我们上课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大的阶梯教室 然后我们班有93个学生 所以每个学生都会有 麦克风跟一个名牌 固定的名牌 所以可以确保说 教授能够看到你 并且知道你叫什么 然后你通过麦克风 能够发表你自己的想法 每个学生都有机会 发表他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柏林是一个 非常多元化的城市 非常有趣的城市 像我之前其实在 德国其他城市生活过 所以反差其实还挺大的 柏林相对来说 是非常适合国际学生生活 以及学习的一个环境 课余的时间 我们会有非常多的活动 无论是娱乐活动 或者是文化活动 比如说创业公司的活动 Startup event 会有很多的演唱会 或者是像艺术展 或是设计周 摄影节电影节之类的活动 就是在柏林的生活 永远不会无趣 感谢